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王俊凯22岁的离线照片显示 他的面部和皮肤表现出非常情绪化的表情 他穿的白色西装,既清爽又帅气 在娱乐圈工作的人才很多 除了众多出道已久的骨干力量之外 还有源源不断的新生代力量 我们将携手共创娱乐业的繁荣世界 然而,有一个人被认为是娱乐界的骨干 尽管他对这个领域相对较新 这个人叫王俊凯 2000后与1999年出道的王俊凯仅相隔一年 虽然今年将满22岁 但在影视圈活跃的时间并不长 点 就像很多刚从大学毕业的演员一样 他的年龄被认为是新人的年龄 而另一方面,这个后起之秀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娱乐圈的中间力量 9岁那年,TF家族看到了他作为练习生的潜力并招募了他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有一批学员离开了猴 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让TF家族和TFBOYS组合在2013年继续工作成为可能 TFBOYS乐队已经从一个相对不知名的乐队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乐队 现在他们被称为人人称赞的三小只 他们已经看到男队进步到目前的水平 毫无疑问,他们为了获得这种荣耀所经历的斗争是显而易见的 但他们所获得的荣耀也是如此 王俊凯从一个卑微的实习生一跃成为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杰出男演员 这直接归功于这个团体的成功 除了顽强的决心外 他性格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他的才华和美貌 小时候的张俊凯已经成为了广大人心目中的可爱弟弟形象 圆圆的小脸,无辜的眼神,憨厚的模样,让人一看就爱不释手 这个形象一直伴随着王俊凯的一生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小男孩长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神 他眼中曾经闪耀的青春光芒,早已被经验带来的智慧所取代 他的眉眼虽然还带着少年的痕迹 但不知不觉间,他已经退去了原本的稚嫩 成长为一个成熟自律的大男孩 他的眼睛和眉毛还带着他年轻时的痕迹 很多人都认为,王俊凯在自己的审美上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从小萌萌哒,长成帅哥 出众的外表不仅让他在偶像的舞台上闪耀 也让他在电视剧中不被忽视 在电影《青云志》中,王俊凯饰演的是年轻版的林静宇 书中林静宇的性格让人难以置信 会一直陪着你 这个角色是由同位圈内知名的演员程逸 在角色成年后扮演的 英俊 不可否认,为了让王俊凯在童年版的林静宇中担任主角 他的外貌得到了认可 不过由于滤镜等因素 剧中的王俊凯显得天生俊俏 相比之下,他的实际状态是怎样的? 不少网友晒出了王俊凯活动的照片 一身白色西装,22岁的年轻人 散发着非常情绪化的状态 散发着清爽帅气的外表 同一天,王俊凯在一场未上线的活动中亲自亮相 他走进了已经很拥挤的集会的前面 从侧面看,他的下巴显得尖而棱角分明 鼻梁呈现出立体感 王俊凯坐在桌边 似乎很注意台上的表演 大批围观者从他身后围了上来 其中不少人拿出智能手机录下了这一幕 那一天,王俊凯一身白西装,白衬衫 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精致和帅气的气质 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麦克风上 另一只手放在舞台前面 似乎陷入了沉思 虽然台上还有表演,但很多人都在用手机拍王俊凯 有可能他们认为王俊凯是中国的又一道亮丽风景线 还有网友拍了拍王俊凯的脸 可以看到他的皮肤光滑白皙,几乎没有一点瑕疵 凡是看到现在已经22岁的青年男女,都忍不住感叹到,年轻真好 双引号 王俊凯晒出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照片 让很多人感慨万千 也让很多人觉得他的皮肤状态更让人羡慕 他的忠实追随者经常引用他的话说 他从外表开始,陷入才华 忠于性格 双引号 尽管今天的TFBOYS并没有分崩离析 但每个成员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前进 易阳千玺专注于电影事业 王源专注于音乐事业 而王俊凯则在影视歌曲的各个方面发展 我寄予厚望 这位年轻有名的偶像 尽管在娱乐圈面临重重挑战 但也不会背离最初的初衷 而是能够为大家带来更高品质的作品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